你們有關的委託 所以你失的東西失的機會 你都只能幫你一人 就批准批准批准 為什麼你會說 所有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你可能在華人家公司 採訪都變了 其實情況是 可以互動的工具 找出真相 在問一下 當然會否經常有個 這個問題 可能就收取這個談判的問題 案件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所以作出評論是不適當的 但我必須強調 警方今次去調查這一件個案 是因為有人作出投訴個案 而在處理任何的案件裏面 警方必須按照投訴人 所提出的投訴去處理 而案情裏面 決定了被調查人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警方去處理這次的案件 和過往其他投訴 根據案情作出調查 然後去拿法律意見之後 而採取的行動是一致的 我必須強調 今次的調查 不是針對個別的行業 只是因為案情 決定了調查的對象 多謝大家 舉個 bruk 要災捱 被czę咎 檢查 檢查 小心點,危險,危險 小心點,小心點,小心點 這件事的背景比社會的觀感很差 因為記者去查冊車牌,這麼多年都有做 亦都是香港大家一直都很擁護的新聞自由的一部分 亦都是我們保衛我們的公眾之情權的重要一部分 最近無緣無故運輸署單方面透過行政措施 將它的選項切走其他 剩下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和其他有關交通運輸的事宜 簡單來說,記者去採訪新聞再要查冊車牌 他一定是犯法的,一定是虛假陳述的 那怎麼辦呢? 那你說,如果政府是真的決定透過行政沖施 是停止傳媒去查冊車牌的話 這個是我們香港人認知的新聞自由 一個很翻天覆地的改變 那就真的要拿出來談 這個東西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那如果不是 那你又不想用其他這個選項 那你就加一個選項 叫做採訪 新聞採訪的原因 那什麼事都沒有 那但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一個運輸署透過這個行政措施 可以影響到社會有一個這麼重大的 一個公眾知情權的改變 竟然是無聲無息的 沒有坐出來談,沒有人知道 我看報紙才知道原來發生了這件事 那我真是不明白 今時今日香港是多事之秋 大把重要的事情要去搞 搞這樣的事情做什麼呢? 我真是莫名其妙 那我覺得政府真是交代 你一旦就做多個選項 叫做新聞採訪 如果不是呢 你就講清楚 有記者有沒有查車牌 那看看社會反應怎樣 他有兩條問題沒有回答 第一條問題我聽到記者朋友問 其實傳媒為求調查真相 而去查冊 受到警方這樣的拘捕 會不會打擊新聞自由 他就顧左右而言他 就只是說什麼虛假陳述 但在國際上 記者為了追尋真相 不用直接的理由 而去得到他的證據 或者一些資料 查冊 這麼多年來警方都是常用 我的意思是 記者常用的一個方法 他們為求真相 而用公眾利益作為辯解 但這種做法 其實是國際一貫的做法 李家超不敢答 另外一條問題 我聽到記者朋友問 為什麼這次拘捕蔡玉黎 是由新界北這一隊 是不是一種報復 李家超只是迴避問題 然後犯指他警方辦事 總之就是公平公正 但是其實很清楚 今次針對的721事件 就是警隊新界北 他這個環頭 現在就是這個環頭 去上門抓人 這個還不是清楚的報復行為嗎 所以他無論是現在局方 甚至警方都還在迴避 連記者招待會都不敢舉辦 去向傳媒向公眾清楚交代 他是今次這樣去小事化大 是將一個傳媒朋友為求真相 而被上門拘捕這個行為 所以我們在這裏 是強烈譴責警方和保安局 他就721的案 一直是縱容包庇白衣人 放生這麼多施襲者 以及背後的策劃的人 令到傳媒一年之後自己 下手下腳去查案 你現在就用這條莫須有罪名 去屈傳媒 希望造成一個寒蟬效應 希望大家傳媒 以後就不敢做這些深入的調查 如果這個成為一個案例 以後香港所有傳媒的調查組 幾乎可以解散 因為所有的背景調查 你都沒有辦法 拿到一個公開的官方的記錄 去了解涉案的公司 人事 車輛 他們的關係 背後涉及什麼人 這個對全香港市民的知情權 是非常嚴重的損害